又來了 又來了 當你想要出門的時候 就會有一隻小老鼠在外面留的 你要去哪 你要去哪 來 給我抓到他了 你要下去走走嗎 不是這裡 這裡走不出去 太乖了 不走 各位今天有一個好消息 就是我的小幫手他腰終於好了 所以我今天不用自己打包 但我現在要出去忙了 就請他幫我打包 名城社區的大叫節 不知道大家聽不聽得到 誒說完他就不叫了 改天錄給大家聽他真的超吵 之前還會大喊什麼 賈博斯該死之類的 然後我經過他我就會說 然後我朋友就會說 我真的很不怕被人家打 不行說嗎 你們是那種會偷回路人化的人嗎 我超喜歡偷回路人化的 就是有時候經過 就會忍不住順口回一句 路人如果說好很大便喔 然後我就會說 喔我也好想洋人 然後經過就覺得 幹我真的靠北 好累喔 現在已經五點半了 大家都要打烊了 我才衝進來 Oh my god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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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要撇 有要撇 欸對那邊 阿姨你等我一下 我們先跳一下撇 撇那邊 他都會完全的關係 不是我那個偷在 偷在吹照片 等我一下 太晚才到永樂大家都在罵我 謝謝謝謝 只有姐姐願意等我 其他阿姨都一直罵我 在那邊碎唸我很晚來的人 就是這個人 就是阿姨一直碎唸我 要下班的 還沒有六點就想下班 耶 哈哈哈哈 洗牙洗牙洗牙 洗牙洗牙 我現在在醫院 住不住看起來狀況不是很好 早上打電話剛剛有空到 那我就 所以他就 起早送他來了 他現在已經送上去了 所以我剛剛就一直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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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他就做沒事 剛剛醫生走出來問我們 想法怎麼樣 因為你看 竹竹的腫瘤壓迫 所以他呼吸變得比較困難 我說我不知道我該怎麼辦 所以我沒辦法 下決定 不是 要結束他的生命 送他離開 我不知道 但是他身體比較好看 因為他真的已經很虛弱了 所以也就 只要他能夠舒服就好 那如果這種情況 可能會建議您 可以在家裡做噴霧的動作 好 家裡有噴霧劑嗎 嗯 可以馬上買 我這邊有 好吧 等一下那個助理會跟人家整個幫他做噴霧的動作 那 一定可以噴三到四次 沒有關係 好 對 那他眼睛那個弄不開怎麼辦 那他沒有關係 那不是現在的重點 喔好 他現在重點是讓生命氣這樣冷定 這比較重要 嗯 然後那指動量 你可以讓他再多乾一點 他眼睛這樣用 你看一下哈 輕易這樣不足的他之後 你就輕易這樣 這樣輕易把它弄開就好了 好 這樣撥一下就可以開了 好 然後一直很生氣 我們會像這樣 用攝影使用水 像這樣的話 OK 好 沒事沒事 喔 這樣子可能比較快 你可以只用攝影使用水 把它放在一個比較乾淨的容器上面 把這個 把這個沒有辦法把它沾得很濕的 嗯 沾得很濕的 很濕的 很濕這樣的時候 你就把它這樣抱著之後 你就輕易把它放在上面 就這樣放在上面 嗯 就把它這個沾濕一樣 這樣沾濕 嗯 等個幾分鐘之後 再過來再把它沾濕一下 就慢慢這樣推 有沒有 慢慢這樣推 就把它推開了 嗯 都在你手上都不動 都在我手上都一直不動啊 不是不動 我等一下跟你講 為什麼都不會動 不動也擔心 動也擔心 就很困擾 我就這樣 然後再用乾的這邊 把它弄乾淨 好 那身體可以用乾的毛巾 把這個旁邊的絲 把它擦乾淨 它會比較舒服一點 好 你看我其實 從來不能用攝影 你看我在抓 我並不是抓 是把自己做成一個空間 讓它可以握在這裡 OK 那如果你要硬要抓它 當然不開心嘛 那這就是因為 它這裡有頭在這裡 對不對 這頭在這裡它會卡住 所以你要放個這樣 它不會不舒服 它就會不會增長 好 那這樣它就不會用力呼吸了 所以可能原因 可能鼻子塞住了 所以 而且這個噴霧的好處 是噴霧的藥 可以透過呼吸 到它的 到它的胸腔裡面去 到肺腸裡面去 所以它其實會對身體的血 要呼吸道的問題 也會有幫忙 好 OK 所以 我們通常會建議這樣 就是你把它放到 這邊邊的地方 對 然後 就是這樣接著 然後它就會開始 它就會震盪 然後把那個藥 就是打成氣 然後噴到裡面去 這樣子 我們把你姐姐安置好了 這是 爹爹 回來以後就出來 要看發生什麼事了 你姐姐沒事了 你姐姐現在先回家了 還是你是擔心我 嗯 好乖喔 我們家的鼠 我們正在誤化 這東西好吵 噴藥中 今天因為最後 醫生說 珠珠看起來還是很想活下去 所以我們就 它帶回來了 醫生有說 如果他 真的判斷 珠珠狀狀況不是很好 他會跟我們說 要安樂 這樣子 那我們就是 現在覺得 珠珠還想活下去 所以我們就 繼續治療他 珠珠加油 讓珠珠買的氧氣雞到了 賣家 當天幫我們出貨 他還搭巴士來 我是說 貨品搭巴士來 不是賣家搭巴士來 來 趕快來幫你出貨 你要過來嗎 跟媽咪一起睡覺 過來 過來 我看 我看 我的後背 走了 好像看不出來 我的後背是誰 這位小姐 你家中間也變得太高了吧 怎麼中間都浮起來了 等下禮拜我忙完 我就來收拾你家了 你給我等 我覺得他下面應該超精彩的 因為他每天都只會藏食物 只會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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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衝 不然跟大家劇透太多 我們正在做一些新品討論 很棒 很開心台灣有工廠可以一起合作 這邊看一下咖啡廳 東西蠻好吃的 但我剛剛太忙了 沒有時間 拍商品 來幫小朋友買堅果 嗨各位 我剛剛去了一趟警局 我上禮拜就是 3月25號那一天 我把我的一個 要寄的包裹弄丟了 然後我就想說 怎麼會這樣不見了 我還以為我有拿去寄了 但是因為蝦皮一直沒有跳 他已經寄出了 然後我就一直找 一直找 一直找不到那個包裹 於是我隔天 就還是再寄出一次包裹 然後在寄出包裹的隔天呢 我接到了一通電話 然後打來就是說 有我的一個包裹 現在在警察局 然後我那時候完全沒有聯想到 這兩件事情會有關係 直到我剛剛去拿的時候 才發現 天啊我那天弄掉那個包裹 怎麼會在警察局 然後因為警察 警察就是已經 通知我去領兩次 然後到今天才去拿 然後才發現原來 那包裹真的是掉在路上 但我完全不懂 為什麼警察會找到我 然後後來想想 是不是他們還要打給蝦皮 用那個訂單編號 然後打給蝦皮說他們是警察 請蝦皮把他們的聯絡電話給我 我真的覺得警察也太辛苦了吧 還要處理這種事 我真的很抱歉 我下次會多加注意的 真的辛苦警察們了 我現在不敢離開客廳 我覺得他隨時好像要走了 再等室友趕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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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油一下就好了 又一隻看我哭爛跑出來的小老鼠 你要慢慢慢慢慢慢 你姐姐好像快要不行了 你聽得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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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爪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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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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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你咬咬咬啊 竹竹很喜歡湯嬰嬰 再等一下就好了 啊 怎麼了 怎麼了 要摸摸啊 啊 沒事沒事 沒幹嘛 拆門而已嘛 拆門 拆門 嗯 嗯? 嗯? 娜娜不動了 看到你姐姐了 她就不痛了 嗯? 怎麼了啊 爸爸就這裡啊 這次來啊 怎麼樣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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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